阴间神探 精彩继续 各日我们动身返回南疆市 在粗犷的北方待了一阵子 当看见山清水秀的南疆市时 大家心情都格外的激动 下了火车 小桃苦笑说道 忙完这一阵 可以忙下一阵了 肯定又有一堆的工作等着我呀 我说 你已经是特案组组长了 距离工作辞了就是 脚踏两只船 不怕那天过劳死吗 黄小桃说 你以为我想当工作狂啊 还不是现在人手不足 蒙孙局长后爱 一直不放行 不说了 我先回去了 孙冰心笑嘻嘻地说 我和宋阳哥哥 一起去大力的店里看看 黄小桃把他拽着就走 少来 你帮忙分担一下工作 孙冰心抗议 我是法医 你的工作我参与干嘛呀 特案组需要的是全能型人才 老腰叹气说 我仿佛看到我的未来了 不如我回学校炫耀一下我的勋章 小总组 你记得来看我呀 我回到久违的店铺 一切还是走时候的样子 王大力兴奋地说道 哎呀你可回来了 我整天盼着望远欲穿呢 哎呦卧槽 你的手怎么了 我毫不在乎地说 骨折而已 没啥大碍 王大力热情地说 走走走 下馆子给你接风 我笑的 下啥馆子呀 住完方便面吧 我不在的时候 没出什么事情吧 哎呦没有没有 一切好着呢 王大力嘴上这么说 可是神情却好像有所隐瞒似的 回来待了一阵子 老实说 闲下来还真有些不太适应 前阵子王大力微信告诉我 他要开分店 可是回来之后 发现一直没动静 我每次提起的时候 他就闪烁其词 说什么时机还不成熟 我心想开分店 还需要什么时机呀 这天王大力出去进货 我在店里待着 洛悠悠走了进来 我好久没有见到他了 自然是喜出望外 问他 找王大力吗 不找他 我写了一封信给他 宋阳学长 你能不能帮我转交一下 说着他去出一封信来 就是二毛钱那种 上面什么也没写 走的时候 洛悠悠 冲我说了 谢学长一直以来的照顾 我立马察觉出 哪里不对劲了 回来 你这是要和他分手啊 洛悠悠 咬着嘴唇不说话 似有隐情 难怪我最近觉得 王大力不在状态 有一天晚上 他做梦还哭了 我把他踹醒 问他怎么了 他说梦见妈妈了 简直就是胡说呀 他母亲还在世了 凭我对金友的了解 我觉得肯定是王大力 干了什么对不起 洛悠悠的事情 虽然感情问题 是他们的私事 可我实在不忍心 看王大力又单身呢 于是我说 找个地方坐坐吧 洛悠悠默默点头 我们去了附近一家咖啡厅 点了两杯卡布奇诺 我开门见山地问 你和王大力吵架了 洛悠悠低头 搅拌着咖啡 过了许久才说 纵阳学长 你和你女朋友 最近关系好吗 我皱了皱眉 挺好的 怎么了 有件事情我想不明白 是不是男人真的 一有钱就变坏啊 这也分人吧 话一出口 我就感觉说错了 这好像无形中 否定了王大力的人品 我知道王大力本性不坏 就是经不住诱惑 我更加肯定 他是干了什么对不起人家的事情了 洛悠悠悠突然哭了 周围客人都朝这边看 搞得我很是尴尬 连蒙地纸巾 哭了一会儿才道出事情 原来那天他和同学在街上 看见王大力和一个打扮得很妖艳的女人进了酒店 后来他问起此事 王大力非但不承认还发火 卢悠悠难过极了 背地里不知道哭过多少回 今天下定决心来提出分手 可想而知 我听到这些是什么反应 心说 大力啊大力 你能更没节操吗 可他毕竟是我的好兄弟 我只能解释说 这里面恐怕有什么误会吧 洛悠悠搅拌着咖啡 有什么误会啊 如果是普通谈生意 他为什么不说呢 而且他最近对我的脾气越来越差了 肯定是一清别练了 我说 别讲那么多 我去问问他 洛悠悠摇里摇头 不用了谢谢你 我感觉 是我瞎了眼 回到店里 店员告诉我 刚刚王大力回来了一趟 看见柜台上的信封 突然整个人不好了 跑出去了 我居然忘了把那封分手信拿走 我心中一阵万马奔腾 这叫什么事啊 为什么我要缠和这种事情啊 我给王大力发短信 问他在哪 他回了一句 人生是多么的无趣 我气得笑了 打开语音就吼道 死哪去了 报告方位 家里 我立刻来到住处 只见王大力坐在地上 手里拎着一瓶酒 整个人为民的就跟一个人生失忆的大叔似的 我一把夺过他的酒瓶 就问他 咋回事啊 你真劈腿了 我倒希望是这样 你酒给我 滚 我骂了一声 王大力摇摇晃晃的站起来 我以为他要抢酒 没想到 他突然嚎啕大哭的扑到我怀里 杨子 你敢为我做主啊 我被人骗了 我心中咯噔了一下 骗了多少啊 我拿来开分店的所有资金全被骗了 里面有一部分是银行贷款 说吧 他哭得更凶了 我拍着他的后背 说 哭能解决什么问题啊 坐下来 好好说 泪水 至少能暂时抚慰我受伤的心 我笑着抱了一句粗口 你要转行当诗人啊 给我坐好 王大力坐了下 像个受委屈的小媳妇一样 抹着眼泪 告诉了我 发生了一切 那天 他出门办事 在徐州路遇上一个打扮时髦 气质高贵的女人 操着一口钢台枪 将他打听一个酒店的住址 酒店就在附近 王大力出于好心 就带对方过去了 到了酒店 女人千恩万谢 请她去房间喝一杯 王大力是个老实人 也没有态度提防 想也没想就答应了 来到房间 还真没想到 真是喝了一杯 女人叫了一瓶特别贵的香槟 一边和她碰杯 一边神秘地说道 梁姐呀 你记不记呀 我最近投资 挣了好多钱呢 没想到 交票这么好钱啊 王大力话赶话来就问 什么投资啊 女人不肯透露 王大力觉得 有些早兴 正要告辞 女人接到一个电话 交谈中 王大力听到 吵蝎子 百分之五十红利之类的话 心潮澎湃 等女人把电话挂了 王大力要求她 一定要告诉她 到底是什么投资 反复恳求许多遍 女人才透露 并要她千万别告诉外人 知道的人越多 挣钱的机会就越少 原来最近市面上 有一种药用蝎子 本来是不值钱的东西 但是最近科研发现 里面有一种 可以抗癌的物质 国家怕消息公布之后 引起市场动荡 正通过秘密渠道 大批量的收购 知道内幕消息的人 就大量买进 再卖出 一进一出 就是丰厚的火力 听到这里 我笑了 国家政策 内幕消息 这不是骗子 是什么呀 购买阴间审探VIP版本 每天至少5集更新 尽快完结 在喜马拉雅 直接搜索阴间审探VIP 就可以找到购买 希望能支持一下正版故事 感谢你们 有任何问题 可以加本集标的上的 微信号来咨询我 祝收听愉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